这个舞台也太强了 那得谢谢你 跟你走吧 稍等 燕子姐忘了一个最关键的 来张瑞你的脚多大 三六的 这是多大的 三八一样四字 四字来 你不是说一字吗 现在就是 来乖穿一张 这好像是全程热恋的灰姑娘版 太怕女生吧 有点恐惧 那你要抱我弄我咋想看 给你个拥抱吧好吗 加油 大家好 我来自吉林磐石 我叫刘野 我是一个性格比较内向的人 对她感情 我需要慢慢加温 我觉得这样的爱情会更长久 我会一直陪你慢慢变老 来看一下厂商十六个女孩 那接下来我看看这个我们的姑娘们的感觉怎么样 好吧 来十六个姑娘 对于我们这个小伙 考虑一下 请选择 每盏灯一百元钱 如果我们的姑娘为我们的小伙 亮多少盏灯 我们的小伙 就可以得到 由纽约纽约婚纱摄影会馆 提供的十足抵用券 好 接下来小伙子 是你的权利 最少灭一盏灯 没啥感觉的 不咋相中的 好吧 有钱有话要说呀 我想问一下 你是究竟吗 还是看我不顺眼呢 可以这么说吧 喜欢就是喜欢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没什么做了究竟的问题 谢谢 我吧 你这么说吧 这个那个智商稍微有点 情商是一点也没有 所以说对跟女孩接触吧 时间也比较少 跟他们交流 基本上话也很少 不怎么太会数 从来没出过对象 没出过 但是我觉得拒绝 拒绝的是嘎巴溜溜碎呀 来看一下他第一个短片 大家好 我叫刘野 今年26岁 我们家是来自一个 普通的农村家庭 我们家主要是以 种水稻和种玉米为生 平时农闲的时候 我出去打下工 打工一般经常就是说 在饭店了 你当个服务员 有时候就 夏天有时候当个保安什么 就简单的干些 这些 偶尔有时 有些时候上上网 和一些女网友聊天 但是他们觉得我说的话 他们有点接受不了 往往我说的一些话 就是掺杂在武侠 骗断了一些台词 掺杂在一些个人思想 让他们觉得难以接受 所以说有时候觉得 我像古代人 和他们不是一个时代的人 很难融洽 接受到一起 7号 刘婷婷 问一下子 接触的女生少 少到什么程度呀 一般经历 就是我们农村 一般都是正地的时候 人家种地 农起来的时候 厨艺 我也就上工地去干活 人家工地上哪有女生 女生也比较少 害怕女生不 有点恐惧 恐惧到什么程度呀 这个 就是有点 就是说 跟女生 要是接触太近的话 就有点 有点害怕那种感觉 燕子姐 我有话说 林倩你说 过去跟你握手 你不会拒绝吧 这姑娘直接出来了 你理解一下吧 她是被刚才那位男嘉宾刺激的 你看行不行 行 握吧 希望你自信一点 你真的很棒 很感谢 这个握手的一个环节吧 刘爷 你是不是现在有一种 被林倩占了便宜的感觉 倒是没有这种感觉 这是第一次吗 整的她可不好意思了 第一次跟女握手 这第一次被林倩占了 是这意思吗 你不能这么说呀 老爷 你看她既然这么腼腆 我想抱她一下 那什么样的 暴风雨终于来了 抱我 你肯定抱不动了 我又必须要给你抱起来 就是那种 这个也是表示友好的一种方式 拥抱一下呢 你以为她想把你抱起来 再转两圈呢 你认为我有那么大力气吗 你看 这就是东北姑娘们 老喝辣 见到勉浅的男孩 就一个一个成主动的攻势 我咋觉得 燕子 这台上反了 这是一黄花小伙站在这 我觉得有点棘手了 握手了还可以 拥抱一几秒吧 那我就要抱你了 不行了 我忍不了了 哎呀 哎呀 那你要抱我呢 我咋想 压根没触过对象的刘爷 勾起了姑娘们 强烈的占有欲 十一号 陈哥主动出击 说要抱抱 可怜的刘爷爷 已无处可逃 害羞的黄花小伙 碰上夜情的火爆姑娘 惨喽 全程夜恋之乡村爱情版 广告之后激情上演 那你就抱我 那我咋想 我问你 你瞅我 你瞅着我的眼睛行吗 不敢瞅 哎真的 同一次我这么崩溃 陈哥从来没被男嘉宾整崩溃过 因为我一个大姑娘 我都没说怎么的 你抱我一下 能怎么的 我都没说啥呢 这是那么多人呢 还有外头 那么多 那个观众又啥呢 我都没说啥呢 但是 我就是天生 就对女人产生恐惧 你要抱我 我有点怕 我都说 你别把我当成女的 你就把我当成男的 我 我 我现在我是个爷们 咱俩是同性 那我看见 那我看见的是女的 你就是说啥 都不能抱了呗 这个 我就是害怕 你现在 你现在看的都是换女 我不是女的 我是男的 你咋欢呢 杀了我 哎呀 诚哥呀 咱都够没面子 你快回去吧 我的天哪 让我们掌声 给诚哥点力量 我怕诚哥 从此一蹶不振了 诚哥不是你的魅力不够 是不是唐僧转世了 就这样你都不动心吗 只是不动心 有点不好意思 怎么刚才这一幕 就有点像女妖怪 逼唐僧这感觉 唐长老 你就从了吧 那倒是没有 就是 就是跟女生 介绍时间少 不敢对视女生 我都说了 你别把我当时女的 他们都管我叫哥呢 那我管你叫哥 那好像有点不现实 就是我们就明显能看到 就是就强人所难呢 今天做完节目之后 不管你牵手成功也好 不成功也好 咱们俩就找个地方 坐下来聊一聊 因为如果你要再发展下去 可能会成为一种社交障碍 可以 对啊 哎呦天哪 真的我拿你无语了 你知道吗 就我不觉得我是多 我倒不是说我多么优秀 我觉得我这样是 最起码你的眼 还是能入了对吧 真是的 你这么觉我 这么不给面子 你让我让你抱我一下 你都不抱 什么意思 行了 做错了自己形色 别逼我绝你 你的退避啊 伤害的是一个女孩的自尊啊 我觉得我们并没有伤害她 我抱都没抱 我怎么能伤害她呢 就怕抱了之后 伤害的是自己是吧 我说我觉得抱完之后 更伤害了她 你看 你看看 他这个男人啊 就是骨子里的 这骨子里的这种 责任意识太重了 确实有点像古人啊 刘野兄 在下佩服 不好意思 我想补充一下 打耳下 我是她的妹妹 对 对你本人歉意 没事 因为我家嘛 就是在农村 就是种地 什么女孩 什么都没有 因为农村的女孩嘛 你应该知道 都出去在外边打工 所以接触的女孩 只有我和我们妈妈 所以说就是 特别害怕 就是有一种 怎么说 对女孩的一种 特殊的恐惧症 所以说 她不是有意觉引的 她只是有什么 说什么 妹妹 那个 我刚才说生气呢 只不过就是一个 小小的玩笑而已 你不用放在心上 的确有点不对 这个我当妹妹 我知道 因为我是女孩嘛 我知道她有点不对 但是她 她是怎么想的 我脑子想什么 我就说什么 她不是有意的 妹妹 在农村 就在你们村周围 像你哥哥这样的男生 多吗 不多 都出去打工了 在家的话 像我俩这样的话 就我们两个 建议你跟妈妈 多让哥哥也出去 走一走 多跟异性接触一下 也许这样的话 就没有问题 她需要时间 但是我觉得 能够走到我们 全城热练的舞台上 说明你非常有勇气 以后有时间 多跟老王聊一聊 好吗 加油 给你个拥抱吧 好吗 加油 我试着勇敢一点 你却不在我身边 我的坚强和自信 适应了 你俩这一幕 怎么让我感觉 像武器和你遇到流氓了 大哥就把姑娘交给你了 假如说有一天 我红亮去要饭了 你们能为我喝口吗 我来自公主领事怀的认 我的名字叫李红亮 我宁愿在冬天里 做你的提起小门脑 在夏天里 做你的电风扇 我是一个村都美的爷们 看一下场上16个姑娘 看对谁的感觉最好 看好了吗 好了 好了 谢谢 场上16个姑娘 看一下我们这位小伙子 觉得怎么样呢 请选择 如果能让你上场的时候 16盏灯全亮 并且和一中人牵手成功 就可以获得 由纽约纽约国际婚纱摄影会 提供的价值1万元的婚纱套照 接下来你的任务 最少面一盏 没有感觉不来电的 灭完我之后跟我说谢谢 怎么 灭完我之后跟我说谢谢 我感觉咱俩好像有点不适合 哪不适合 你的 面部不适合我 面部 对 面部哪不适合 说一个让我心里得劲点的 你眼睛太小了就是 你瞎呀 你能看着我眼睛小 不是瞎 真的 我就感觉你眼睛太小 难道是你 我都不用画眼线 因为眼睛太大了 啊 怎么回事啊 就这一个原因就给我pass了 对啊 没有没有共同的语言我嘛 怎么没有共同语言我还没韵声你干嘛 关键我就是 就是我就是不喜欢像你这样的女人 说白了就是没缘分 你知道啥叫缘分吗 我不知道